2020台商返乡机票方案已经出炉 由于1月份选举和春节时间距离很近 航空公司提供两张来回特价机票方案 却面临没有加班机的窘境 我们希望台湾方面正式台宝返乡的需求 尽快预移积极的回应 两岸停止协商还包括两岸经济合作加以协购 ECFA十年期限即将到期 经济部表示即使大陆解除ECFA 对台湾的外贸影响5%左右 大陆国台办今天作出回应 截止2019年6月在后贸易领域 大陆对台累积减免关税约375.3亿元人民币 远超大陆对台出口享受的减免关税 外传大陆将解除ECFA 马晓光表示这是子虚乌有传言 另外有台商反映出口大陆各项商品被当地海关刁难 必须在Made in Taiwan后面加住China才准备放行 大陆方面表示政策没有改变 关于产地政还有进出口货物标签的管理政策 已经行之有年没有改变 国际时尚界和NBA球星最近在谈港澳主权和一中原则 碰触到底线 立刻被大陆网民下架抵制 而在两岸经贸往来 无论是ECFA还有标签法 大陆过台办的态度 人士不愿把话说死保留了空间 以上是记者董又俊金属卿 北京采访报道